即刘勇退,苏炳天不愿做下一个刘翔,在巅峰时期选择退役前天结束的2018年田径钻石联赛后,苏炳天以0.02秒区区银牌,作为一个百米飞人,能在世界级的比赛,中跑出第二名的水平,竟然突然选择退役,在赛后采访时,苏炳天确认了这一想法,但是他状态允许的条件下, 还是会为中国队出战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100米,苏炳天荣耀满身,选择退役其实,苏炳天早都退役打算,并且在年初已经递交退役申请,并得到体育总局的批复,在关系上看,苏炳天已经不属于中国国家田径队,但苏炳天仍然参加了亚运会和钻石联赛两大赛事,苏炳天也透露, 他将在济南大学作为一名老师,继续进行训练,苏炳天此举,让人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,坠入谷底的中国飞人,刘翔,他在家门口的奥运会,因伤不得不退出比赛,却遭到了媒体记者,网友粉丝的口出笔伐, 在之后采访中,刘翔也感到的是太阎凉,没人会为他说一句话,北京奥运会,刘翔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背影相比刘翔的戴商上阵,苏炳天此举显然更加聪明,刘翔用商做赌注,输得一塌糊涂,虽说这可能不是刘翔的一厢请愿, 但他坚持站在了110米栏栏架前,在果人面前离开了起点,确实不怪网友们的冲动,期盼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梦想,就在刘翔没有预兆的退在中,破灭了,这种失落,对不爱体育的人,也许只是发泄情绪的方式,但对那些热心体育的人,才是心中最大的打击,上天选中了一名黄种人挑战黑人白人, 但上天没有让他完成挑战,甚至没有给他挑战的机会,也许这是苏炳天最后一次,阵地高呼了而苏炳天,在自己达到辉煌后,用黄种人的基因,100米跑进9秒92时,他也许知道,他尽力了,9秒90和9秒92,都不能掩盖他的丰功伪迹,那为何还要继续奋斗呢? 何不选择退役,激流勇退,让人们看到他善要的一面,让人们不会有吐槽他,甚至骂骂他的机会,两代飞人,两种不一样的决定 祝福苏炳天,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顺利,好好陪伴家人,但不要放弃,了自己热爱的田径赛场